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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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啊 会不会逃到这长山海冰殿里去了 先回去复命 若他真的闯了进去 那就是大罪 你 小仙灵犀 误闯此地 扰了仙长清修 还请仙长息怒 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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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纳闷 谁会挑这种地方清修啊 原来都已经作画了 这看着年纪轻轻的 长得还很好看 真是可惜了 误会 你 您 没有 还没有 您 您 您 好 长生节 快快快快 你是神是鬼 你 你包上明来 你看什么 这是我的 你这么看我做什么 我跟你说啊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你别看我现在实弹力孤 这外面可守着十万天兵天将呢 只要我一喊你就完了 怎么 你还想 打架吗 你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取我的法器 跟你斗上三百回合 到时候打得你心服口服 你等着 你不凶啊 我会知道 你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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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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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几种天雷啊 第八种啊 这天雷老儿 不会栽在第九种天雷上吧 那热闹可就大了 这么多人看着 到时候八种天雷白兽 颜面丢尽啊 而且风神未成 前功尽弃 雨风尚神 慎言 慎言啊 第九种天雷了 吞天兽 可不是早就被封印在南天门前了吗 神手解封的 主神让开 本座对付尽可 灭兔哪里逃 不恨无尽 追 吞天兽 会是在做梦吧 你别再跟着我了 怎么这么多人了 不是传播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 你是谁 我可以解释的 果然有同等 这不关我的事 你们怎么不定人警示呢 不打了 你们听我解释 不打了 神尊 师兄 祖臣 神尊 拜见 神尊 他就是战神九尘 怎么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啊 子光 说 你与那屯天兽 到底是何关系 上神 小仙都已经解释过了 我根本不认识屯天兽 不认识 凡人常说 不见棺材不流泪 你以为你这些鬼话 能变到了本座吗 小仙说的是真的 而且天君都已经既往不咎了 你为何还要抓着不放 我现在是在浮云殿听命 是九尘战神座下的仙额 你问都不问 就把我抓来 你就不怕我家神尊怪罪吗 你敢威胁本宋 你一个区区下界小仙 不出石身边 就会让你魂飞魄散 说 你与那屯天兽 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我没有做过的事 为什么要承认 哼 本座看你 最硬到何止 紫光 打 神尊 战神 你要干什么 本尊还想问你 你想做什么 本座在神闻这小心 他犯了何罪 你明知故闻 天君已经接过此事赦免于他 你却穷追猛打滥用私刑 你是听不懂天君的命令 还是想违抗我天族的规矩 你 别动啊 忍着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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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你听着疼 你也知道疼啊 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 师姐对我最好呢 一听灵心有难 立刻就过来了 我还没那么闲 我是来问神尊疗伤 顺路来看你的 神尊的伤严重吗 神尊本就神魂受损 驾至在长生海 冰封五万年 受了寒疾 此次又为了救你伤了元气 你说严重吗 忍着点 快好了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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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告神尊 灵溪拜见 神尊 神尊 我 进来了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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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为何进我内地 小仙听闻 那日神尊为了救小仙 受了伤 特意来此探望的 神尊 你真的无恙 那日 你为何擅处长生海 原因小仙都已经说过了 就是为了躲避 那两个天兵的追捕 再者小仙也是第一次来这天宫 对这天宫一无所知的 我一直后来才知道 那里叫长生海 也就是神尊在 幽渡山神漠大战后 长眠的地方 那这小仙当真是来送药的 结果正巧碰上那个什么 天雷真军的风神大典 那个天雷真军 四海八荒三山六界 头一号的臭脾气神仙 他怎么能当战神啊 天雷真军乃是这九重天上 赏善罚恶的上神 你这样嘲笑他 不怕遭五雷轰顶吗 不怕啊 小仙虽然法力低微 但是现在也算是福云殿的人了 外面的上神小仙不认的 只要认得神尊便足够了 拿来 什么 那日本尊手中有一枚长生结 被你拿走了 许是 许是 丢哪儿了吧 神尊 小仙第一次见神尊 神尊就醒了 神尊你也说了 小仙是你的有缘人 那既是有缘人 这些许小事 神尊是 不会与小仙计较的吧 现你十日之内找回那长生结 不然就把你送到天雷真军那儿 你这满嘴谎言的小仙 想必到他那儿 会收敛许多吧 下去吧 是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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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暂时还是不要移动她 让她自然醒来即可 她 她 这是昏迷 当然 义官 如何了 我上次说过 神尊在长生海受了数万年的寒气 一时半会儿难以清除 须得时常去上清净天泉沐浴 并在殿中以无尽目常然明火 兴许能驱散几分寒气 奈何神尊 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不但不听医嘱 还望动心法 今日若不是我师妹在 神尊怕是要继续回长生海长眠了 你今天养开 你一群 我们不错 龙 龙 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哪儿啊 我怎么睡在神尊殿中 对 昨晚神尊发了寒疾 是我救了他 我怎么睡着了 还睡在神尊的床上 我怎么腰酸背疼啊 莫非神尊趁我睡着后 打了我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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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看到灵溪了吗 没有 快找找啊 糟了 灵溪 人呢 这儿呢 这儿呢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快快快快 说明受伤 没什么呀 怎么了 昨晚殿中进了贼人 贼人 这九重天上还有贼人呢 定是那魔族余孽 知道神尊苏醒了 又起了邪念 我还真是小瞧他们呢 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 摸进我福音殿 那个实在 你怎么确定 是魔族余孽进来了呢 那妖人许是畏惧神尊之威 所以想先偷袭我 我哪是那么好偷袭的 我以前 那可是神尊麾下左官出神 我的法器查局到底意 已经那妖人去走了 你们放心 以后 只要有我十三在 有神尊在 任他妖人千变万花 都不可能逃 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 我昨晚睡 这儿了 你 你怎么能睡在神尊房间里 因为 神尊身有寒疾的事 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们都不许说出去 听见没 是啊 神尊 这是哪儿啊 这里是魔君的封印之处 就是这里啊 就是这里啊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吗 好奇是好奇 可是我进来之后 也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神尊我们回去吧 回去 嗯 五万鸟 此地魔戚欲见 生人无惊 除了本尊 就唯独你 可以安然无事地走到这里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想去看看本尊休息的地方吗 想 走 神尊 那个是什么 神尊 你等等我 神尊 神尊 老小没有想到 还能有再见到你的一日啊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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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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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公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尊 这里好像长山海的冰宫啊 沈尊 你去哪儿 也留在此 本尊去寻他 沈尊 我可不可以出去等啊 沈尊 沈尊 好冷 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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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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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尊 我们可不可以换别的方式休息啊 太冷了 我这个还没还给你呢 妈 你还没想到吗 你还能够帮你自己里面 你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神尊 最近天宫的风言风语 我是不会信的 我知道你是个好神仙 神尊 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 你都是为了别人 你为了别人 宁宁可委屈自己 也要顾全大局 庇佑弱者 因为你是战神 你就是这样的人 师尊 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栋拿药了 我可以给你炼药的 那掌心的温也许无路可去 真心从来了不起 烦心也暗许 爱是繁然不同的天界 常在皮肤的命迷 心动会解忆 得转心意 你审则 你审则 这几晚 一算日 这话给你 是注定 一讲一段一片那都是你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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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都是梦境 这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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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 没得无与论语 以后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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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我相信你 你在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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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李 龙 Investment 呢 呢 如果世界没有你 如果答案没有地 如果有眼睛 暗暗风景 如果命运的排序 没安排我们的相遇 那场心的闻也许 又有可缺 爹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怎么不在人家福余殿 给人家叠一封 叠辟子叠到作坏了呀 看我怎么收拾你 给我闪开 给我闪开 你们两个是想来我逃了一桑也是吧 一先多虑了 是灵溪说她思念家里特地回来的 你还不要给我灌迷魂汤 她是我女儿 我还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给我过来 给我过来 灵溪的身世 本尊都知道了 但是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灵溪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五万年前 你是在幽都山外捡到她的 当年幽都山已战 有人将她遗弃在战场之外 魔君即将封印之时 妄图借由她的身体 藏匿本命元神 本村虽然保住了她一命 击退魔君 而魔君夺赦失败 但却将最后一丝魔力 注入在她身体之内 所以灵溪自幼 便有神魔之力 又能够唤醒本尊 与魔君的本事 而你早就知道此事 所以你故意喝酒无事 逃离天公 来到逃灵避世 那又如何 天公要是知道了 灵溪会有生命之味 战士你想怎样 让她留在陶灵 就像这五万年间一样 还能和以仙一样吗 只怕至此 陶灵清静不在了吧 能必一日算一日 本村会保护她的 多谢战士 来 当初 我去幽都山寻访师弟 结果先看到的是那个孩子 当时我也看到你了 只是你神魂剧烈 已经死得彻彻底底 所以说我就先把你放在那儿 我先去救 无妨 救下她便是了 陶灵清幽很适合你 我不喜欢清幽 我就喜欢福云殿 你要诚气些 潜心休息 谨言慎心 不让你爹担心 神尊 灵溪跟你回去之后 定会努力休息 我还会乖乖地陪在你身边 这样我爹就不会担心了 会用了吗 什么 清衡神尚 你说这个啊 我觉得 它好像是这世间 最没用的法器了 它除了能变眉跟变咬 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用处了 我又不去凡间变戏法 不是神器没有用 是你不会用 那我指望它 还不如指望神尊 你来得实在呢 我教你吧 等真 嗯 弃尘单年 脚底圣根 明神俱立 出 神 神尊 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他已认你为主了 再是一次 一一领气 一气催吏 心里想的是什么 它就会变成什么 出 出 上 你心里念的是剑 它就是剑 念剑 是 神尊 你看 记住 意念就是一切 你要勤加苦力 心无脏力 嗯 以后本尊不在的是哪 你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神尊 你是要走了吗 你是要 离开我了吗 神尊 你为何会不在我身边 你是讨厌我了吗 可是我喜欢你 可是我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 不是小孩子 对大人的那种喜欢 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神尊 我想跟你在一起 神尊 你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你起码 起码有一点点喜欢的对吧 对不对 神尊 不然当初在大殿上 你为何就护着我 还把我留在浮云殿中 神尊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是哪里惹你不开心了吗 你为何要把我 丢在冰屋子里啊 现在又想把我转回桃林 本尊不喜欢你 你年纪太小 法力太弱 与本尊并不疲惫 你以后就留在桃林 不要再来天空 神尊 你不是这些的对不对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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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了 是不是九神欺负你了 我找他算上去 成爷你干什么给我过来 乖女儿 怎么了 神尊走了 走了便走了 你哭什么呀 他说他不喜欢我 他不要我了 他不要你 爹要你呀 你这么好 谁不要你 谁就是没有眼光 就算他不喜欢你 那他就是睁眼大瞎子 那咱也不喜欢他 可是爹 我喜欢他 好好好 喜欢 喜欢 可他不喜欢我 大杯夜你不睡觉 你在这儿干吗呢你 吹牛吹得太过 牛吹跑了吧 还说特意回来陪你探个亲 你 你个傻鸟还真敢说啊 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 你最好不要惹我 否则我就去告诉师姐 当年她那些莫名其妙 被炼坏的丹药 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 谁 谁愿意大理你啊 不管你了 走 走 沈娘 有些事 真的不能强求的 你一厢情愿也没用 就算是凡人 现在也不信强取那一套了 更何况人家一战神 好 就算人家不讲究门当户对 对吧 那起码也得差不多点吧 你看看那家伙 九尘 活了十几万年哪 九天之上 六界之中 战力最强的四战之神 你呢 修了几万年的一个地县 再过几万年 人家没准修得个大圆满 与天地同寿 你估计都作画了 你配吗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不是很配啊 你要承气些 潜心修习 谨言慎心 你年纪太小 法力太弱 与本尊并不匹配 你以后就留在桃林 不要再来天宫 难道就因为这个 是你 是你 你 受伤了 你怎么在这儿 是谁关你呢 各位先友 今日本宫请诸位前来 长盘桃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是 前任魔君 无知其地做其吞天 被浸泡在化生池中 已经七七四十九天 马上就要散尽骨穴 魔器尽消 本宫会将这吞天的骨穴 送给药王洞的两位衣冠 炼化为丹 此等上古凶兽炼丹 非同小可 今日本宫请诸位来 共赌盛事 共享仙丹 传无厚德 别动 我叫你出去 不行啊 是那边看的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我终于找到你了 好个屯田 不愧是摩军的坐骑 好在你认识这般的道理 今日你就要炼花在这里 把你的血骨还给摩军 摩军重见天日 再长六界 住手 他都已经这样了 你别碰他 你是谁 昆仑山的小仙鹅 杀人 你别碰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啊 暗初 他们跑了 跑 我看他们能跑到哪儿去 禀报王母 我们发现后门守卫皆已毙命 想必是能营救吞天的妖女所为 以战神所 我 王母息怒 各位先有 有谁知道这妖女的来路吗 这 这 小心不知啊 我 我 都给我去找 就算找到天边 也要把这两个妖魔给我抓回来 他们好像没有追过来 你快把我放下来吧 你怎么 很难受吗 她不是难受 又是你 她被化生水泡了七七四十九日 而今日 就是她的死期了 我真没有想到你们俩这么有缘 但 吞天 本为混沌所生 未开灵旨 没有善恶 她被魔君说为座棋 而她 只认魔君 今天 你们注定要死在一起 今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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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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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能为魔道祭殿 那是他的福分 师父去哪儿啊 找灵溪去啊 找他干嘛呀 你还敢说 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住 我头里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窝窝的废啊 给我起来接着跪 自己都一块码子去 原来魔君要找的人就是你 身子 不准备了 我不管 我不管 你就是说出大天来了 我也不惊 快把我女儿交出来 除了九十件事 我女儿上天入地 除了她还能找谁 乐伯一心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灵妻她不在殿中 不在殿中不在殿中 怎么的 我还能给你变出来一个不成 如果你实在不相信 你就把我带回桃林 等 等神尊回来了 你让她拿灵溪去换我 那我找九十 神尊也不在 我要进去搜 老头儿 我敬你是灵溪的爹爹 才一直好言相权 你再这么胡搅蛮缠 我们就只能量量兵器 过两招了 十三 十三 我女儿 真的不在李唐 真的不在 我们干吗骗您呢 我 告诉九十 把我女儿给我还回来 神尊 这位姑娘她怎么了 我要帮她玉国疗伤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 是 我要帮她玉国疗伤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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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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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我去找师姐 给白费力气 这伤是魔刀所伤 找谁来都没有用 用心里没有办法让他好 只有慢慢休息 是谁伤了你 我找他算账 哪人能将我重伤至此 你又能拿他如何 我不管 谁敢欺负你 我找谁算账 傻瓜 屯天兽为救我而死 神尊为救我而伤 怎么谁遇到我都没好事 怪不得你要将我住回头林呢 屯天兽并非因你而死 他早已入魔 那日原本就是他的死期 可是他对我很好 他在对你好之前 是魔君的作妻 杀人无数 很多像你这般大的女子 都被他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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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尊 我闯祸了 对吗 我知道 我闯祸了 你愿意再回头林吗 还是愿意待在丛吉苑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你爱吃的食物 没有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除了我 没有旁人 你愿意 愿意 那我这次 留下了 我闯祸了 就不会再走了 就算你说不喜欢我 我也会厚着脸皮 赖着不走的 你敢我走我也不走 不给你走了 拜见天君 臣有要事起坐 战神请讲 魔刀现世 魔族余念 恐全土重来 需早做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者 万は 灵犀在哪呢 师兄 你该不是把她呆藏起来了吧 这个时候 你不是应该更加关注 魔族余念在此出现的事吗 这些人出现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师兄这个时候把事情抱上去 明显是为了转移视线 师兄 你就跟我交个识点 灵溪跟魔君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想保护他 我也觉得他挺好的 可是 我们身为天公上神 身负守护六界之责呀 我们 你 你 行了吧 师兄 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借机教训我了 你想多了 师兄 师兄 我跟你说说话 解解闷吧 你看啊 咱俩可是打小就在一处休息 我做过什么混账事你都知道 你的脾气秉性呢 我也了解 你不喜欢聪明人 心思越是单纯你越是看重 开阳 莽夫一个 韩章和朱邪 也是鱼目脑袋 做十一根筋 更不用说十三了 修炼了这么多万年 还是一个鱼脑袋 其实你就是喜欢简单的人 所以呢 你会护着开阳十三他们 如今对灵溪 也是另眼相看 灵溪是挺好的 活泼可爱 简单直接 机灵有趣 自从她来了你这之后啊 浮云殿都变得热闹多了 可是 如若是因为她 让你陷入于六界 与苍生为敌的境地 我也是万安不从的 你放心 我自有打算 不会有事的 好吧 那你不会有一天 我 你觉得我 打算 说 你不打算 乱 乱 我 你来 你去 这 我 我 晚安 你怎么回来了 神 神尊带你回来的吗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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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神尊呢 国师 天族派了许多兵将 暗自不防到了尤都山 九尘的人 是的 你探查到他们踪迹了 是 他们应该发现我们了 但并未在意 国师 战神心自出手 仲昊的人恐怕顶不住啊 知道了 仲昊若死了 我们如何去寻 开启傅灵渊的阵法图 岂不前功尽弃啊 所以啊 他不能死 棣案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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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噻 九尘 我与你无怨无仇 你为何要多多逼人 你为何要多多逼人 你入魔 我是战神 无怨无仇 我族被奸人所害 我为他们报仇 凶何不可 报仇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要做魔的妻子 便是自寻死路 说得真冠冕堂皇 我知道 也是为了那个小丫头 只要他 他在 魔君何愁富上 闪开 闪开 魔君 不自量力 谁会在自家洞府布阵 还说没鬼 郑君 九尘想辞去战神之职 让位于你 为何 九尘 你看 真君也想知道 这是为何 臣有急事 先行告退 天君 他还没有说完呢 此光 在 跟上去 是 天君 务必把人给我搜出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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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哪 又是 啊 我 女孩 撇得一干二净 有什么话 到普化仙君面前去说吧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等等 等等 小仙乃战神坐下仙额 这里是战神属地从吉约 就算你要抓走小仙 也应该先征得战神的同意吧 还不斗手 我说了不是我 你们不要人拼我 我 我说 剑子 战神 王母驾临 施敬 九尘 本宫敬你守护六界 战功赫赫 今日本宫要带着妖女走 你且让开 本宫便不计较你窝藏她之罪 她是我福云殿之人 出现在从吉渊理所应当 何谈窝藏二字 她与王母之间的误会 稍后本尊 自会带她到天军面前 亲自解释 你身为天族私战之神 却百般袒护着妖女 就不怕天军震怒 没好下场吗 这就不用王母费心了 九尘 本宫是看在天军的面子上 敬你三分 你不要得寸进尺 今日本宫一定要带着妖女走 你又能如何 来人 今日王母应传我从吉渊 伤我座下之人 本尊并没有感到丝毫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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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那是自然 走 神尊 没事了 嗯 座下小仙 本座问话你要如实回答 是 为什么偷偷潜入昆仑山 小仙是去找我座下小兽 吴婉的 吴婉 就是一只小狗大小的白泽兽 它在桃林走失了 被一位仙士误带去了昆仑山 此事本座倒是早有耳闻 之前曾有仙士 将王母敬上此兽 你说它是白泽 还是你的座棋 你这小仙有本事降服他吗 是神尊降服他赠予我的 好 就算你是去找那白泽兽 那你为何杀害我昆仑守将 王母殿下 小仙没有杀人 我去后山 就没有看到什么天兵天将 我进到地宫里 那只吞天兽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后来魔族中人 想要取他小命 我见他可怜 才出手阻止的 如此说来 倒是本宫对不起你了 小仙不敢这么想 满嘴狐言 那吞天兽为何对你异常亲密 还抢了你逃出昆仑山 依本宫看 你与魔君的座棋相交匪浅 你 定与魔有关 小仙真的是冤枉的 小仙也不知道 那吞天兽为何如此待我 可是如果仅凭 那吞天兽没有咬死我 反而带走我 就断定我与魔有关 小仙不服 你这小仙本宫问你 你说那吞天兽想亲近于你 而抓了你之后他却离开了 而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战神洞府 如果犀利玫瑰抢了你之后 你就应该回天兵 战神要如何将你藏在聪积渊内 说 神尊他不知道小仙在聪积渊 小仙也知道自己误闯了昆仑山 惹了麻烦 想找神尊帮忙 我又不敢回天宫 那个从积渊小仙之前去过一次 守门的老汪他认识我 所以我才去从积渊 等神尊回来的 此小仙伶牙俐齿 本座早就见识过了 以本座之见也无需再问了 是魔是仙 查一下便知 只要查一下你身上有没有魔器 一切便清楚明了 是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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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臣 旧臣 你就没话和本君说吗 算了吧 你退下吧 是 臣告退 旧臣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天君放心 旧臣一刻不敢忘记 神尊 战神 此事尚未查清之前 还请神尊不要让这个小仙离开天宫 知道了 走吧 快�에 就快点擀了 无锹 晚上 插的 我冲啊 ローリー 过来 你 好 你是要还还是不还啊 本尊给你了便是你的 收下吧 你在做什么 收拾东西啊 我们不是要去从极渊吗 怎样收拾一下 沈尊 这套茶具你喜欢吗 还好 那就带着 舒适都要带着的是吧 从极渊内时光漫长 可以用来打分时间啊 我需要一个大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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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或者你是否想要 我需要一个大箱子 我需要一个大箱子 我就不需要了 我需要一个大箱子 我的大箱子 我找一个大箱子 可以拿一个大箱子 你看我凶不凶啊 连你都不怕我 肯定就是不凶了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自己 我的眼睛是棕色的 我的头发颜色也没有变 也没有想要生喝人血 手抓人干的冲动 可是我昨夜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天雷真君和希望我 一起追杀我 被我打得屁滚尿流 跪地求饶的 我是不是有狂暴的倾向啊 我会不会入魔了 我也不知道 别人入魔是什么样的 反正我最近 特别想吃肉 神尊要我信他 神尊要我信他 就会好了吧 茶叶 香炉 我吃 寝殿里的家事百件呢 这里 我的书呢 我 我都帮你装好了 茶具呢 这儿 你把东西都收起来做什么 我们不是要搬家吗 总要收拾一下的 我寝殿里一条塔子都没有 有的有的 我在你的寝殿里 放了一床被子厚厚的可暖和了 我带你去看看 你很闲吗 不闲啊 十三和花烟不见了 我都好几日没见到他们了 这么大个大店 都对我一个人打扫 我还得照顾你 我还得打包收拾行李 我连厨房和茶 茶水房都还没来得及收拾我 哎呀 从积园里什么都有 你只要记得 把你人带着就行了 再我看到这些箱子 我就把你也打包进去 你这只小带鸟 灵溪 师姐 师姐 听说你被带到紫云台受审 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蒲华仙君 天雷真君 和西王母三个人一起审我 非得说我是母 师姐 你说这天宫 是不是莫名其妙的 我自小在桃林长大 但鸟异族这么多年都与世无争 怎么会跟魔扯上关系啊 师姐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那神尊怎么说 神尊说等天宫调查结束 就带我回丛极渊一起修炼 再也不出来了 丛极渊 也好 丛极渊安静 你不是喜欢战神吗 与他在一起 正合了你的心意啊 谁说我喜欢战神呢 你那点小心思啊 谁看不出来啊 可是说来也奇怪 能跟神尊朝夕相处 若是在从前 那肯定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可是我最近 总是觉得不踏实 师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知道灵溪是无辜的 她不会伤害她的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好好听神尊的话就是了 知道吗 好 云峰上神 你是不是 听闻云峰上神 今日在缉拿魔族余孽 很是辛苦 还好 有劳青瑶衣冠济挂 既然上神军事繁忙 那就好好忙你的吧 来 云峰 进殿来 见到她人了 好在有神尊护照 暂时没什么事 但灵溪在幽都山 露了像 魔族中人 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听闻战神 带人扫了一遍幽都山 是 暂时太平了些 但魔之一物 灭之不绝 不知何时 又会死灰复燃 师父 我觉得长此以往 也不是办法 神尊似乎想将灵溪 带回丛极渊 她虽位高权重 无人敢轻易地 可她的清修之所 毕竟 在天族的眼皮子底下 只终究包不住火 依我看 还是赶紧将师妹 送到远渊呢 最好是个 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才安全 神尊 你知道今天 是什么日子吗 中秋 这不是月饼吗 认得出来啊 那就不枉费 我练废了两路 神尊你尝尝 咸蛋黄的很好吃的 本尊不吃这个 你不吃啊 那我记下了 虽然我练了一天 但我还是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吃啊 上课 伟良 你吃了 你别 你别吃了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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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小块更好吃 就好像 嗯 就好像凡间的砂糖块一样 甜甜的 嗯 嗯 神尊 嗯 在我们桃林 过中秋的时候 有一个传统 你知道吗 嗯 就是 就是 就是每逢中秋 家人都会在我们的 额头上 一头上 就像是一头上 有一头下 是 一头上 能不能想 啊 你不想跟他一头上 我希望我这就像是一头上 怎么能够 等他 看我 放你 怎么着呢 可以 如果他要让他 discussion 没关系 不错没 没关系呢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在说什么呀 灵溪 灵溪 您疯了不少 我是 皮革 洗了 在笔意的岁岁念念 为你一出天 做这云云中生中的一切 命